人照人来着 是你是我 装作终缓带小龙 窦维用一首歌 养了黑豹一辈子 因为他的无地自容 至今无人能超越 不管是当代流量小声一样 在现在中国所有的歌星 还什么歌王 都不知道在哪转腰子的时候 人93年就已经跨过香港 影响了全亚洲的歌手 但是他说我不玩了 为什么 我觉得娱乐圈没劲 早在1994年红看演唱会场 他就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 是他是时代的领袖 一点都不过 在顺利进入近视创片后 窦维不仅离开黑豹 并决定不再触碰黑豹的歌曲 可还没等到专辑发行 乐队就解散了 但窦维遇到了滚世负责 在张培元的培养下 窦维和勇张楚被称为墨言三姐 年仅25岁的窦维 发行了第一张专辑 黑帽 越来越多的年轻小伙 被摇滚折服 这股风波被张培元禁收眼底 当红看演唱会过后 一切被按下暂停键 几位当年爆红的青年 犹如人间蒸发一样 14年后 当他们再度合体 出现在大众的视野 但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 窦维曾因为一句诺言 28年不再唱歌 窦维的新歌犹如人间先曲 当他弹起吉他时 他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梦境 他其实也很想交流 但我们也不知道 该怎么前往他的心里 可永长时间服用意义药物 导致现在发福了许多 那个表示的红蓝短秀 消失不见了 唯一没变的就是张楚 依旧是黑黑瘦瘦的站在那 只不过眼神里面多了几分成熟 今天他们唱得很投入 现场早已是泪如雨下 当年三个年轻小伙 喊出了那个年代的摇滚 以至后来只要人们提起摇滚 都不会忘记这一天 在同一年的时间 王菲推出了一张新专辑 其中一首《誓言》 就是两人共同合作 演唱会主唱了一下遗嘱 四大天王在台下当观众 1994年12月17日 香港红看体育馆 聚集了上万摇滚歌迷 但不少人是看笑话的心情 在当时四大天王 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但一群北京爷们的到来 打破了这份宁静 莫言三杰和唐朝乐队 抵达香港红看演出 那个晚上四大天王 都在台下当观众 晚上八点斗维首先开场 当时他的女朋友 王菲就坐在第一排 全香港的人都想一睹斗维的面容 斗维一开嗓 就把香港的观众震到了 一首《高级动物》 作词作曲 相当迷幻 台下观众热血澎湃 低沉沙哑的声音 倾诉着人类的罪行 在那个年代 他们终于发现 原来摇滚不只有 Beyond的海阔天空 当斗维唱起来 欧乖 不知道斗维是太过紧张 还是受热摇滚群众的影响 斗维竟然忘词了 相反他的公司 并没有选择重新录制 而是直接选择发行 这时的斗维开始思考 歌词是否真的有意 总之那一晚的演唱会 让中国的摇滚迎来了光辉岁月